人在冰室 喂 你在哪 人在冰室 大家好 娜姐在 大家好 我是Alison 歡迎來到人在冰室 在這一節開始之前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這個分享 娜姐 我們今天有什麼話題 喂 Alison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用過VPN 沒有 沒有的 我們今集就聊聊聊VPN VPN究竟是什麼 它叫做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專用網絡 明白 原來在澳洲 大約有27%的人 都是用VPN 也有很多 也有3分1 3分1 最多人用VPN的國家 現在是阿拉伯聯合大公 其次是 新加坡 沙地阿拉伯 還有哈薩克斯坦 也有很多人用 嗯 嗯 是的 那你又沒有用過 是嗎 是 那你準備用嗎 但我現在 準備 準備 找到 剛好燈燈 我沒有想過用VPN 但最近發生了一件事 令到我要 整個VPN 你也知道 那一陣子我住澳洲 我設定了一些東西 在澳洲 我現在回到紐西蘭 變成 有些網絡我上不到 或者我申請的東西 我上不到 因為要認識我的地址 在紐西蘭 對 變成我要整個VPN回來了 這樣 那你有沒有做過什麼 Research 看看VPN是怎樣玩的 也有問過一下 喂 有什麼好介紹 有什麼要留意 有人給我意見 就是 找一些 不要大公司 找一些小公司 還有這個 30天的Free Child 那你便免費了 有些人給我的建議 明白了 其實我以前也沒有使用VPN 因為好像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後來我家裡有人用 我就開始研究一下 可以使用 其實它可以給五六個器材 一起用 譬如我桌上 也可以用 手機 也可以用幾多部電話 Android 是的 我們也有六個器材 在用同一個VPN 其實 原來用VPN 可以保護你上線的時候 一個私隱 保護你的資料 不會太容易被黑客入侵 還可以設定你的IP address 去到另一個國家 如果你身處的國家 又限制 例如你現在在紐西蘭 限制了你 有些東西 你想用澳洲的東西 你用不到 那你便可以用VPN 去選擇 我是拿去澳洲 那你的IP就會去澳洲 那你便可以用你在澳洲用的東西 是的 但其實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最大的好處 就是和我避免了很多 賤的電話 因為我的同事跟我說 他在這裡 他每天都收十幾個 賤的電話 自從我把自己的IP address 設定到芬蘭之後 我想我是一個月才收到一個 或者兩個星期才收到一個 賤的電話 是真的會比較少 是的 OK 你也記得很久以前 我們不是經常收到電話 你借不借錢 記得嗎 是 我不會接 如果我不懂 它彈出來是沒有名字 我不會接 很麻煩 如果有些客人打來 你個個都不接 你做生意就比較麻煩 你不可以選擇 一定要接 但是我不是做生意 我看到我不懂 我就不會接 譬如有些人 他真的 例如GP 或者有些地方 找我的時候 其實他會留言給我 我想確認你的職業 我才會回覆電話 明白 是的 原來是這樣 還有 我的朋友會跟我說 最主要的VPN 對我朋友的用處 就是 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保障自己的 例如你銀行 Lock in Kitty-Kwala 有些不想讓人知道的 究竟你看到什麼網站 通常用的數據 不想讓人知道 有些人不是說 一定是銀行 連少許東西都不想洩露 VPN就非常好 像剛才你所說的 一個CAM 用了五六個器材 都不值 一個價錢 嗯 不錯 對 他通常 你付一年錢 用一年 之後再問你 你想想續期 是的 但是他也有些 有些不方便的時候 譬如我最近去買機票 我開了那個機票的網站 我差不多到付錢的時候 突然間付不到錢 原來我才想 為什麼會付不到錢呢 我也試過 我就試試 不如關掉VPN 這樣才可以付到錢 是的 我就不關於VPN 我是第二個Case 我明白 嗯 我不知道是否關事 我想應該是關事吧 那個應該是不關的 因為我關了之後 就用到 還有某些網站 你是看不到的 但可能是我設定了IP 去分難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題外話 在澳洲的時候 有時候 你用一些卡 即是我們的銀行卡 去買東西 如果你不是澳洲銀行的卡 他不會給你 交易不會通過 即是我試過 這個題外話 最後我想問你 你的VPN一個月多少錢 我是一年付的 那大概一個月多少錢 我再幫你問 因為我 不是我 因為不是你付錢 不是你付錢 但不是很貴 以我所知 以我所知 10元雞一個月都可以 有得著落 是呀 不是很貴 當然是澳洲 而且 depends on 你選擇哪個公司 但我們就不是介紹 你用哪間 我們只不過是分享 我們的經驗 很多的 你找就可以 去Google review 如果我們的網友 有什麼介紹 用哪個VPN 有什麼好 有什麼好 可以留言給我們 分享一下給其他聽眾 好啊 好嗎 好啊 娜姐 我們下次再來 那跟各位說聲再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